蛋贩子老大 这是我全部的研究成果 喝下它们你一定能成为蛋载岛最强的蛋 竟然有这么多 太好了 我终于能变成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这其实是我研究的诗意药水 只要蛋贩子老大诗意 并让他成为我的手下 那他的那些蛋贩子小弟岂不是任我拆迁 出来吧武侠蛋 拜托你了武侠蛋 请把他训练成为我所用的武林高手吧 给 这是你要的五万蛋币的学费 好说好说 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兄弟们你们瞅瞅 这天上怎么飘过来个云呢 啊 嗯 啊 喂 你俩别飞了 赶紧给我下来 我来 你小子是谁 不要打扰我为我的徒弟 蛋饭不败 传授武功秘籍 啊 蛋饭不败 我还东方不败呢 你俩给我这玩江湖国家家呢是吧 我可是真正的武林高手 你既然不信 就让你见识下我的气功波吧 啊 乖 派 气 勾 我来 啊 是你要的 蛋白的啊 不是 你这分明是找了个演员装我一下吧 你给这骗傻子呢 老兄弟们 感觉他是骗子的扣一 认为他是武林高手的就扣一 二三四五六七 我看你分明是嫉妒我师父的能力 请问师父 我怎么才能成为像您一样的武林高手呢 不难不难 一切功法尽在这本武侠秘籍中 我看你是百年难遇的练武器材 只需要十万蛋饼即可带回家 给您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兄弟们 看来咱们出手 这蛋饭的老大脱脱就要挨骗了呀 喜欢骗人是吧 你竟敢打我 我可是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是吧 我看你以后还敢骗人不 大哥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骗人都骗到我家里来了 看你还敢不敢 蛋饭的老大 我说你 师父受徒而以外 没想到您轻而易举的 就打跑了那位大侠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武林高手 请问师父您贵姓 不对劲啊兄弟们 这蛋饭的老大怎么连我姓啥都不知道了 难不成是诗意了 那行 那这可是个千载蛋饭的好机会呀 咱不如利用这次机会 帮蛋饭的老大改些归正 让他成为一个空服正义的好蛋 来 兄弟们 这是我赶到这个蛋饭的老大的 就给视频点个赞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始 好 那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随我来 我把我的武功都传授给你 师父 这里是哪 接下来我要教你剑术 怎么样 这两把刀很帅吧 那师父 你的这一身装怪事 哇 那当然是魔法师来远程辅助你了 来 你先用剑气劈开前面的大门 那么好 咱们开始出发修炼 过来 来得正好 但犯不败 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 接下来我们一路劈进展机 搭建木桥过河 我来了 看来这怪不太好对付呀 偷弟 你去当他的对手 交给我吧 师父 这只不太好对付呀 看我的 怎么样 我的远程攻击 丝毫不费吹灰之力呀 OK 咱们继续穿过前面的木桥 师父 这里有三个宝箱 好家伙 竟然是宝箱怪陷阱 年轻了吧 摆在这儿 那明显是陷阱呀 白蛋饭不败 我再教你最后一课 看到前面超大号的师徒人了没 看我操作啊 太厉害了师父 你竟然还能召唤陨师 其实啊兄弟们 这是地图作者设计好的 一个字 绝 师父领起门 修行靠个人 你好好利用下你这身能力 多做一些善事 请问师父 什么样的事 才算善事呢 那就比如 这里面住着一个 无恶不赦的绿色坏蛋 好好揍他一顿 就算是一件善事 放心师父 交给我吧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五侠蛋效率挺高 是 你要的 别打了蛋饭子老大 我错了 我错了呀